《哲学》 《哲学》 《哲学》是一门听起来相当抽象的学科 大家可能从中学 或者社会上有许多对哲学的想象 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但是是建议大家去哲学系的课堂上去了解一下 我经常在第一节课会提到 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 《普拉图记载》 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是逼迫你去考察你周围的生活 反省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想哲学意味着说 你对人生有一个反思的态度 要想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想这个大概是这个学科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也是这个学科无论所有技术 最后也仍然需要回到的最基本的问题 说是一个哲学系 阳哥来说首先是哲学系和宗教学系 就是我们横着挂一个叫哲学门 下面其实是两块牌子 而且其实北大的哲学系 相当于国外的七八个系 结合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的哲学学科家族 这一直是北大哲学的一个特点 我们哲学系有相当多的跨学科的方向和探索 具体项目上既有和中文、外语学院、历史系 合作的这个所谓古典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既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 现在还开设了东方的古典学 这个实际上是在全校本科生里面影响很大的一个跨学科项目 我们还有一个和社会学系合作的这个思想与社会的项目 就是希望能把哲学系或者是这个思想研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和社会科学研究里面对中国经验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个了解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像逻辑啊其他一些领域 也有许多新的这个跨学科的态度还在做 比如像圆培学院里面的有一个PPE的项目 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和哲学在一起 就是这个两个PE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 还有一个意义是经济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跨学科项目 那么也提供了同学们把不同学科的这个学习方式 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理解这个世界肯定是哲学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哲学家全部的努力就是想理解整个世界 这个和其他具体学科都不太一样 古希腊人就说所有其他学科都是从这个世界切下一块来了解 只有哲学是说这个世界整个是什么样子 比如就有哲学家认为这整个世界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点 所以呢我想哲学就是说能不能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了解它存在的根据 了解它本身的这个性质 要理解人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实际上是哲学一直想做的努力 无论理解自然秩序还是社会秩序 最近听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介绍 我最大的感触是说 其实哲学很可能是一门变化最小的学科 就是说所有其他学科都不断随着这个社会的技术和社会的变革呢 发生特别大的发展 他们是前沿性的 他们希望成为呢 和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时代总有一些永远不变的东西 有一些你永远任何时代人需要能够思考的根本的问题 哲学呢实际上是关心这些东西 大部分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 可能经历了一两千年都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也许就是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怎么样去思考这些可能注定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 那么这个是对一个人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经常说这个许多别的学科的 你可能学会的标志就是这个问题消失掉了 你能够解决它 你不会被它困扰了 但是哲学恰恰相反 可能你学会的标志是说 你发现你这辈子都会被它所困扰 你永远摆脱不了它 你能够始终在没有终极答案的情况下 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找到去研说它的方式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觉得要么这个问题是 我不懂 要么这个问题我懂了 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 哲学是懂的标志 或许是说你知道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一个简单的轻易的答案 反而是需要你去可能花费一分钟的时间和它搏斗 我想这个可能是哲学和其他学科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 哲学关心我们永远作为人 人之为人的部分 这个世界和自然的秩序 这些东西恐怕两三千年 无论发生什么变化 无论科幻小说里写的这些未来的技术有多么的神奇 但你仍能理解其中的这个世界什么样子 这是因为其中的哲学和我们今天学的哲学 在内容中对我们的教育中的数学 对我们的证明我们的证明 有两天当中对我们的证明